连续两年领了三倍券跟五倍券后 情侣媒体人爆料 20年前政府将发十倍券 没人可以拿到红包一万元 行政院暧昧的说 各界的建议政府会注意 有人很期待 但有人好奇钱在哪里 哈 海外经济有那样子吗 政府那么有钱吗 政府缺钱吗 还花十倍券 那我看他要倒了 2020年政府发三倍券 民众要先掏出一千元现金 才能换三千元的券 还得大排队 印券加行政成本花22亿工厂 去年五倍券直接零五千 但印券成本也高达20.85亿 这回若真的要发十倍券 要印至少十张券 得花多少钱 直接拨现金给人家不是更好 你这个是要土力印刷厂吧 不然你就直接 你直接发钱就好了 有人统计光是印三倍券跟五倍券 就多花42亿 莫德纳就可以多买500万剂 网友纳闷 为何不能把钱直接汇户头 更有人大酸 这是讨论发十倍券 难道政府要我们一万收好 忘记黑道的是吗 发一百万我就不骂你 假如这是真的 民进党又在创造一个 大家开始来捞钱的议题 临际秋波之前 再捞一笔 那大家分账 给大家高兴一下的话 那就花现金算了嘛 得到什么经济的成长我不知道 但是那一些承办人 个个的口袋都成长了不少 印券成本可以让全台国中小学生吃两年免费营养午餐 政府若真是要刺激消费给百姓钱 不如直接给现金 你印券印半天也是百姓吐的钱 这有黄明君李玄台北报道 他是澎湖福澎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